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杨正 北京市第四批 明老中医年近古习 身材有点胖 最重的时候体重达到了近200斤 但是这样的呢 血糖情况一直非常健康 这并不是宣扬要胖 胖是很不好的 重点是胖的血糖要正常 据说这跟他一个独特的养生法则有关 北京卫视养生糖节目介绍 杨正在中医控制血糖方面毒癖吸尽 创立出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阳式酱糖法 让某些血糖难讲的患者保持了血糖的平稳 这个方法是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中医上是怎么认为糖尿病的 杨老认为糖尿病的发生跟肝有关 杨老说 一旦肝肉就会横半皮 影响皮的韵化功能 从而湿热内生 气血淤堵 最终发展成糖尿病 反过来 内湿还会进一步阻碍气血的运行 加重干瘤 形成热性循环 因为这种原因导致的糖尿病 杨老认为就属于肝精湿热型 这种类型的糖尿病可以从肝精和湿热两个方面进行治疗 怎么输肝 驱失 这两个代茶饮 在家就可以用 养老书肝解育方 白梅花 一克玫瑰花 一克生山楂 一克择馅 一克用法 开水充服养老驱失保健方 合夜一克毒液 一克桑叶 一克绿茶室能用法 开水充服糖尿病的房库里面有五架马车 饮食 运动 药物 教育 监测 上面这两杯茶可以算作是饮食生活的调理方 所以要不 运动等也不能少 本文参考资料 一二北京卫视养生糖新浪微博二 2018年7月30日本年养生网 20180730养生糖视频 笔记 杨正 糖尿病 湿热 降血糖 版权声明 欢迎分享 未经授权 尽职转载 值班主任杨晓明本期编辑 范红颜